想去四十海里 055大区与弗吉尼亚西核潜艇如果交战 谁的胜算更大呢 我们都知道 现代驱逐舰是仅次于航空的海上舰艇主力 强大的防空反潜能力一直被各国所看中 而核潜艇则是水下力量的第一杀手 不知不觉中就能给敌方造成致命性打击 那么一旦在海上仅有四十海里的距离范围内相遇 现代驱逐舰和攻击性核潜艇 两者谁能有必胜把握呢 虽然美国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名都十分响亮 但我国的055大区实力也绝对不俗 当之无贵的世界第一万吨大区 而攻击性核潜艇众多型号中 美国的弗利尼亚籍则占据头号位置 即便美国阿利伯克三型驱逐舰开成全球最先进 但相比055还是稍有逊色 首先是吨位 伯克三满白型9500多吨 比055大区少2000吨左右 加之伯克三设计之主只是基于上世纪技术的放大 因此见起潜能几乎消耗殆尽 055大区则依靠先进技术研发而成 后续改进空间极大 能适配多种现代武器 未来改进版战斗力会更强 其次是雷达方面 美国从伯克一到伯克三经历了三代的技术积累 雷达的应用显然优于我国 但得益于我国近千年突飞猛进的电子科技发展 055大区的桅杆上可同时集成S 也可双波段雷达 堪称世界首创 相较于伯克三单一波段雷达系统 055大区在对空对海搜索能力上更加突出 再有就是反潜领域 尤其是反潜直升机 由于我国在中心直升机方面的长期缺失 导致反潜直升机的研发一直不尽人意 虽然也有持久这类仿制法国海豚级的直升机 但空中仅9吨 改装后只能安装少量设备 致使搜索范围极小 而油纸吧改进的直18虽然设备变多 搜索范围变大 但依旧不能满足我国海军需求 目前唯一最有解就是中国海鹰制20 体系不仅合适 携带装备还足量 完全适合大面积的搜索行动 加之055大区庞大的舰艇设计 核双击极构造型 其一艘就能搭载两架反潜型直20 极大的提升了055的反潜能力 下面是核潜艇方面 美额一直独树一帜 战略核潜艇搭载洲际潜射导弹 用于24核反击任务 而攻击型核潜艇则主要承担反舰任务 苏基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目前性能已经 远超俄罗斯主力的阿库拉级和亚森级 手艇在2004年下半年就已经成功服役 标志着该艇具备了实战能力 凭借着新颖的设计和超强的静音性能 一旦下潜至900米以下 可对五国南海造成其大危害 而且该艇连续航行30年无需添加燃料 战斗部搭载了射程20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 可对陆地目标进行中远程打击 同时为了针对水面力量 美军还为该艇装载了射程50公里的MK48型鱼雷 一枚机可摊换一艘大型舰艇 看完以上对比 那相距40海里时 055和弗吉利亚狭陆相逢 谁能完善而归呢 我们都知道 核潜艇最突出的性能一定是隐身能力 初期不易被敌方发现 而我们目前的假设是两者互相已经知晓对方的存在 那么这是对核潜艇的确实分不利 但鉴于距离上的限制 055大区想要取胜也绝非易事 主要在于目前仅俄罗斯无位级反潜 驱逐舰具备射程超50公里的鱼雷 普遍驱逐舰以20公里轻型鱼雷为主 至于反潜深水炸弹则打击距离更近 因此很难对弗吉利亚造成威慑 所以现有办法只能是通过反潜直升机投射鱼雷 但别忘了弗吉利亚仅需一枚MK48鱼雷就能重创驱逐舰 055即时取胜也是险胜 那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实际上现在战争绝非单一装备之间的较量 体系化作战才是主流 凭借着反潜直升机的反潜侦察能力 055大区完全可能在50海里外 就已经发现弗吉利亚核潜艇 通过反潜直升机就能实施有效打击 这才是055大区的取胜关键 由此可见 当前反潜战争中 侦察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思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